华盛顿国民队的王健民 今天先发对上了亚特兰大勇士队 不过王健民今天状况不太好 投到第六局就被换下来 总共被击出七支安打 失掉四分 其中两支是阳春全雷打 最后国民队是以2比5输给了勇士队 王健民吞下第三百 王健民在本球季的第七场比赛 对上同为国联东区的亚特兰大勇士队 今天王健民先发状况明显不太好 主要升卡球及其他变化球种都没有发挥出来 在一局下就被勇士队强打捕手 Brian McCann轰出阳春全雷打失掉一分 Brian McCann一下子就不客气了 把球直接送到右外野方向形成全雷打 接着二局下 Tripper Jones的阳春炮让勇士队2比0领先 从左外野方向这球又有机会 王健民今天被打了第二支全雷打 王健民两局失两分 第四局也被挤出安打 今天王健民面对勇士队众多左打投的 似乎有点辛苦 加上国民队火力不足 前三局都攻占得分圈 但一共留下五个残壘 两次双杀中断共事 六局上国民队靠着 WALS左外野全雷打打破鸭蛋 左外野的观众站起来 Astalla Vista 不过六局下两出局后 王健民要被Alice Gonzalez 敲出一分打点的安打 终于被教练换下场 总计今天他主投五点二局 被打出七支安打 其中包括两支全雷打 没有三阵却有三次保送丢掉四分 都是自责分 中场国民队以二比五落败 王健民吞下第三败 王健民第四次碰上勇士 依旧无法取胜 记者综合报道